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线电机模组系列产品 好啊 那看来今天又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了哦 那您跟我们说说直线电机模组具体有哪些型号呢 说到型号的话 我们现在产品还是比较齐显的 就是有以下几大系列 第一 120系列 然後140系列 然後175 200 230 然后我们最大可以做到270 那我们直线电机模组的精度是多少呢 说到精度的话 我们目前分为两款 第一 光三尺 然後磁三尺 目前我们桌面上这些 主要是以磁三尺为主 它也分为两种 第一个是0.5微米分辨率的 還有1微米分辨率的 像这种的话 基本上我们按0到1米的形成 它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做到正负2微米 然后如果是光三尺的话 它的分辨率就比较多 有0.1 然后0.2 0.5 还有1微米 然后它的精度主要是0到1米内 我们可以做到正负1微米 型号可以说是很齐全 那您跟我们说说直线电机模组都具有哪些特点呢 说到特点的话 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高速响应性 第二 高精度性 第三 运动速度快 加减速度快 运动速度的话 我们可以达到4米每秒 加速度可以达到5个G 第四 运动噪音机 主要是取消了湿感的机械摩擦 然后大大降低了运动噪音 第五 就是运动高刚度 第六 效率高 由于中间没有了湿感传动环节 当然也就取消了机械摩擦时的能量损耗 第七 推力平稳 然后第八的话 就是我们行程不受限制 然后主要是因为定子的长度可以无限对接 然后第九 就是采用了全臂款控制系统 然后主要分为光三尺和磁三尺 了解了这么多工作原理和特点 那它的优势在哪些方面呢 说到优势的话 我们有以下几点 第一 结构更为简单 然后主要是因为我们取消了丝感 然后皮带 齿轮齿条 这些传动的运动部件 然后使我们结构更为简单 然后重量和体积大大减小 第二 定位精度高 由于我们直线电机模组 可以直线直接传动 消除了中间环节引起的各种定位误差 第三 反应速度快 然后灵敏度高 跟踪效果好 直线电机呢 是属于一种悬浮式结构 然后就相对于磁悬浮一样的 然后它动子和定子之间存在一定的气息 无接触的 然后动子和定子之间呢 又没有摩擦 减少阻力 然后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一个灵敏度 性能 快速性和那个伺服性能 第四 安全可靠 使用寿命长 由于我们直线电机是无接触传动 然后机械摩擦力损耗几乎为零 然后故状力低 然后免维护 所以这种运行安全可靠 然后使用寿命长 直线电机模组的优势也着实令人惊艳 那在选型过程中应注意哪些事项呢 说到选型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客户提供已知的参数要求 我们用专业的选型软件输入对应的参数 就可以选出我们对应的直线电机模组型号 谢谢副经理 这样我们也就会有所准备避免发生选型错误 那您跟我们普及一下 直线电机模组主要运用到哪些领域呢 说到应用的话 我们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产业 3C产业 离电池自动化产线 太阳能电池自动化 面板搬运 面板测试 面板徒步 光刻机 焊线机 检测 PCB光刻 还有PCB 钻孔 等领域 好的 感谢副经理的精彩解说 那讲到这里 相信今天通过我们的介绍 大家对直线电机模组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同时如果大家对我们直线电机模组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评论区留言 那么大家的留言我们一定会积极的一一回复 tpa 传动无线 全新研发 做高标准 高品质 高效率的源头厂家 精益求精 永远为伙伴提供最优势的服务 想要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我们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